在UK 這賞一針而已 一小針而已 等著排隊心情好忐忑 縣長張立善親自到場 為孩子們加油打氣 因為這群國一小女生 等著接種酒駕HPV疫苗 哎唷 好勇敢喔 都沒有叫耶 女學生們玩起袖子好怕痛 看見眼前這番景象 讓雲林縣長張立善忍不住手癢 不能叫啊 要給我一點點 哇 你好珍貴縣長親自幫助 縣長幫你打是不是 一下針 女學生忍不住眉頭一皺 不痛 會 會痛 不痛 給我一點面子 不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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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縣長變成護理師幫女學生施打疫苗 但這畫面似乎怪怪的 因為縣長張立善根本沒有職業登記 將被衛生局開罰六千元到三萬罰還 當時因為一時興起說 我本身是護理人員 那也有醫師在現場 那孩子也說 這個縣長阿姨 你以前不是當過護士嗎 我們可以給你打打看 那就這個情況下就 就動手了 所以就是職業病了 真的很抱歉 原來雲林縣長張立善 過去的確是護理師出身 領有護理師執照 打針包扎對他來說不成問題 但沒有職業登記 才到了法規界限 一般縣市政府大多提供二到三架疫苗 但雲林縣府再加碼 讓學生施打九架疫苗 雖然出於善意 但縣長幫學生施打疫苗的確違法 只能乖乖受罰